江洪恩两个月内狂产13千克!减肥秘诀曝光这杯帮大芒! 身为台湾的八点档巨米,对江洪恩一定不陌生 江洪恩去年底自三立八点档金家好媳妇沙青,近日加入拍摄炮载声,从有家室的中年男子到未婚帅哥 为了角色设定有所区隔,他严格控制饮食,积极运动,从87公斤瘦到74公斤 只花了将近两个月就横甩13公斤,不少人在他恢复飞龙在天时期的帅气笑声,瘦下来也一甩大叔胃 其实,积极运动,调整健康饮食,不论身材本身是瘦或是壮,给重要的是外形给人的感觉更健康,自己也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将红恩靠住少游少颜的饮食控管,还有骑车,游泳等有氧运动,成功减重 可能因为角色的不同,需要做不同状态的调整 为了能够有更多角色上门,将红恩从吃开始节制,极油喝蔬果汁达到更好的减肥效果 短短两个月不到就瘦12、13公斤,其实连自己也吓到,但确实感受得出他更自信与开心 每天运动 减肥计划绝不能只有节食 将红恩分享自己每天都会骑脚踏车,游泳,从他的脸书也可以发现,他日常也会和老婆一起上健身房健身 运动习惯可以帮助消耗更多的脂肪,瘦得更健康,且规律运动也可以帮助维持体力 早上空腹喝西洋芹果汁 江红恩这段时间很甩13公斤最大的秘诀,就是靠住每天早上喝水 喝西洋芹果汁来瘦身 西洋芹本身的热量很低,据食药数食品营养资料库数据,每100克的芹菜热量仅有12大卡 还含有1.3克的膳食纤维,属于高纤迪卡的蔬菜,同时又富含维生素C、Bita、胡萝卜素、钾等营养素,具有抗氧化、排毒效果,有力调节身体代谢 其实芹菜对于降低血压也很有帮助,由于芹菜含有丰富的钾,可调节身体里的盐分,即由尿液将身体多余的纳于水分一同排出,达到降血压的效果 不过,芹菜虽然可以有助于减肥,建议也要均衡摄取其他食物,补充蛋白质、糖类,以免营养不均衡,能量不足,进而影响身体代谢能力 不碰油炸物,选不甜的水果吃 据报道,江洪恩透露自己中餐不会特别限制饮食 午后饿的话则补充一些巴勒、莲污等甜度比较低的水果 至于晚餐则是尽量节制 饮食控制最怕破解,真的很想吃的话 江洪恩也不会去碰钱酥鸡等油炸物 顶多到鲁味摊买木耳、金针菇、烤个豆干吃 偶尔满足口腹之欲 营养师,吃太少要小心反效果 除了积极运动以外,江洪恩采早餐秦菜制 午餐则不节制的过午不时减肥法 整体而言,江洪恩一天的进食量变少许多 陈光健康营养专科咨询中心院长赵韩颖营养师提醒 要小心越是判命忍住不吃,还是摆脱不了肥胖的噩梦 赵韩颖营养师 人体有一套摄氏调控系统,用来维持身体代谢的平衡,当处于节食不吃的状况 身体就会发出讯号,提醒自己正处于饥荒状态 当一有食物进入,身体就会开始大量囤积脂肪在体内避免再度饥荒 医学研究发现,一天只吃一餐的人,身体对食物热量的吸收率是会增加的,也就更容易将脂肪堆积在身上 此外,这种饥饿讯号也会提升想吃东西的欲望 赵韩颖营养师强调,吃尽全食物的营养比单纯蒜卡路里结石或乱吃更重要 尤其女生如果缺乏必须的脂肪酸与蛋白质 导致荷尔蒙失调,皮肤油水也不平衡 长期下来变成不可逆的提早更年期来临,反而更得不偿失 身为台湾的八点档巨蜜,对江洪恩一定不陌生 江洪恩去年底自三立八点档金家好媳妇沙青 近日加入拍摄炮载声,从有家式的中年男子到未婚帅哥 为了角色设定有所区隔,他严格控制饮食,积极运动,从87公斤瘦到74公斤 只花了将近两个月就肯甩13公斤,不少人在他恢复飞龙在天时期的帅气笑声,瘦下来也一甩大数位 其实,积极运动,调整健康饮食,不论身材本身是瘦或是壮,给重要的是外形给人的感觉更健康,自己也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将洪恩靠住少游少颜的饮食控管,还有骑车,游泳等有氧运动,成功减重 可能因为角色的不同,需要做不同状态的调整 为了能够有更多角色上门,将洪恩从吃开始节制,极油喝输果汁达到更好的减肥效果 短短两个月不到就瘦12、13公斤,其实连自己也吓到,但确实感受得出他更自信与开心 每天运动 减肥计划绝不能只有节食 将洪恩分享自己每天都会骑脚踏车,游泳,从他的脸书也可以发现,他日常也会和老婆一起上健身房健身 固定的运动 固定的运动习惯可以帮助消耗更多的脂肪,瘦得更健康,且规律运动也可以帮助维持体力 早上空腹喝西洋芹果汁 早上空腹喝西洋芹果汁 就是靠住每天早上喝西洋芹果汁来瘦身 西洋芹本身的热量很低,据食药树食品营养资料库数据,每100克的芹菜热量仅有12大卡 还含有1.3克的膳食纤维,属于高纤迪卡的蔬菜,同时又富含维生素C,Bita,胡萝卜素,钾等营养素,具有抗氧化,排毒效果,有力调节身体代谢 其实芹菜对于降低血压也很有帮助,由于芹菜含有丰富的钾,可调节身体里的盐分,即由尿液将身体多余的纳于水分一同排出,达到降血压的效果 不过,芹菜虽然可以有助于减肥,建议也要均衡摄取其他食物,补充蛋白质,糖类,以免营养不均衡,能量不足,进而影响身体代谢能力 不碰油炸物,选不甜的水果吃 据报道,江洪恩透露自己中餐不会特别限制饮食,午后饿的话则补充一些巴勒、莲污等甜度比较低的水果 至于晚餐则是尽量节制 饮食控制最怕破戒,真的很想吃的话,江洪恩也不会去碰钱酥鸡等油炸物 顶多到鲁味汤买木耳、金针菇,烤个豆干吃,偶尔满足口腹之欲 营养师,吃太少要小心反效果 除了积极运动以外,江洪恩采早餐秦菜之,午餐则不节制的过午不食减肥法,整体而言,江洪恩一天的进食量变少许多 陈光健康营养专科咨询中心院长赵韩颖营养师提醒,要小心越是判命忍住不吃,还是摆脱不了肥胖的噩梦 赵韩颖营养师撰写专栏文章解释,人体有一套设施调控系统,用来维持身体代谢的平衡,当处于节食不吃的状况 身体就会发出讯号,提醒自己正处于饥荒状态,当一有食物进入,身体就会开始大量囤积脂肪在体内避免再度饥荒 医学研究发现,一天只吃一餐的人,身体对食物热量的吸收率是会增加的,也就更容易将脂肪堆积在身上 此外,这种饥饿讯号也会提升想吃东西的欲望 赵韩颖营养师强调,吃尽全食物的营养比单纯蒜卡路里结实或乱吃更重要 尤其女生如果缺乏必须的脂肪酸与蛋白质 导致荷尔蒙失调,皮肤油水也不平衡,长期下来变成不可逆的提早更年期来临,反而更得不偿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